它的灵感是金XX跟女生的那个XX的 就是在那个的时候的味道 就这个牌子出的就是一个这种 这个是6XX的味道 就是XXX时候的味道 今天呢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全网最黑的美妆博主 幕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嗨大爷 嗨 副业秀的干说破拉门 怎么这么多啊 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你家有一种很整齐的杂乱感 就是感觉收拾过了 但是东西实在是太 我的妈妈爷 她居然有一整腔的香水 换水我都不敢这么买 你闻一个香水 就是来我家的人必须得要闻 它叫做激情喷射 激情喷射 那我们是闻完 然后就直接去那个房间 今天我还坐下去 大家给你看看 那我得换一瓶 给你闻 哈哈哈 开头的吗 鼻炎 真的假的 你用没有 实在是对不起 你真一点都闻不出来 我来北京的前一天得了那个咽喉病毒 我现在没有味觉 没有写味觉 因为我带过口罩 它的灵感是金XX跟女生的那个XX的就是在那个的时候的味道 就这个牌子出的都是那个这种 这一段你是不是都要小鱼 但这个闻着确实就很像那个 就很像那个时候的那个欢愉的味道 我觉得像好露水 你从哪搞来这种就是上不来台面的味道 请问 就这个牌子全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 我就很猎奇 能精准的推送给你买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吗 哈哈哈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都是自费吗 还是品牌方啊 自费 就是一点点是品牌方 然后对 该死的富婆 哈哈哈 哎呦 哎呦 玩起来了 玩起来了 哈哈 然后这些都是什么 就是美妆产的一个护肤品 这边是衣帽间是吧 就放包包的 还有美妆产 这里就是我的那个江山 我的全部家当 哇 我觉得女生看到你家应该会很心动的 是的会疯掉 我朋友都带空箱子来了 然后满载而归 帮我挑衣服吧 我今天直播 靠他的牌上啊 我都帮你干净别的呢 虽然我逛他家 我觉得我得逛商场 我如果住这样的房子的话 我可能 两个小时出不了门 因为我要选太久了 哦 你是天倩啊 嗯 我选择恐惧症 我先走了 干嘛 前人也是天倩座 没有我谈最久的就是天倩座 上我最选 在一个华丽的衣帽间里面 选出了一套非常朴素的串弹 感觉立马要去大学里面敲键盘了 哈哈哈 真的吗 嗯 很朴素吗 这是我们老板娘送的 但我从来没背过 因为这不符合我的身份 你是我不背 是爱马仕吗 是我就把它供着 这种才该是我的包包 本人私下就背这种包啊 哈哈哈 很乖巧的 好的 骂人 那个包是平时就放在那边吗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从来不会背这种包 感觉很随意 你一般一天的工作是什么呀 12点直播 然后11点就出门 早上8点起来 就开始化妆 然后就做一些准备工作吗 需要先想你想两个小时 然后 然后对再看你视频看一个小时 只给自己留10分钟时间大概装发 你也知道我就不化妆就素颜 嗯 哈哈哈 所以我们现在去的就是公司给你安排的直播间是吗 是的 就相当于是一个工作的场所 对 做些个卖大卖特卖的动作 然后会给你配一些工作人员吗 是会有主播 所以你平时的直播频率是多少 每天都卖吗 每天都想要 整体吃得笑 吃不太笑但是每天想要 谁会跟钱过不去 哦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师 都是师姐 那你是挂在哪里呢我去问 我被撤了吗 卖得太差了 我们在这儿 这是谁啊 这是你 这我 怎么不像吗 诈骗 谁要我 这不像吗 所以你是在这儿播吗 这外边 好 外边那么多同事在工作 还有一个人在这儿 还有一个人在这儿睡觉 不好意思没看见 哈哈哈 真的是很专业呢 这个架势 是吧 咱专业也不知道能卖出去多少 哈哈哈 嘴嘴 打烂他的锅 不要这表情管理了 快点播吧 欢迎曹梦先生 64G得刷不了天了 哇操好几百 你认识你 你重点意义啊忍人的 啊 刘航是的 今天我让刘航来给我那个 帮我帮我忙 我都没有在听你讲什么 我就想说你这个相机参数 能不能发我一下 拍人剧好看 我们本人就是长这样一模一样 哈哈哈 妹妹看他们很大 他们 膜吧 但是咱们有没有在等这个 全面膜的姐妹们 是的 你有用过这个吗 我用过用过 很有名 哈哈哈 最好吃 你想当下要买的话 他们也卖的是多少钱 是 多少钱呢 58韩币 58韩币 如果你们试下来没有我说的 对于修护快很准 找我 对找他 找我好了 对首先你退货 然后再找他就去骂他都可以哈 因为我的本人比较玻璃心 然后给大家踢一下库存咯 是的 然后再送你5片 还有一片安心多 试用199到25片 来 3 2 1 上链接 是的 我们之后一波来 3 2 1 上链接 然后杭总今天播完有什么感受 今天播完就是感觉很累 想说快点给老下午我要吃饭了 哈哈哈 真是饿了 他平时直播的时候都在骂粉 我听了都 而且他是越骂粉丝粉丝越嗨 那个怎么弄来的 是那个脆口水 对对对 哈哈哈 明天我们试一下就会讨厌吧 那可能是 可能是他们是这样 我就是大家都有意识 今天的业绩是37940 嗯 那 诶 那请问这个品牌的佣金是给了你百分之多少吗 很低 真的很低 这算我们很低的品牌 而且我们 今天投了多少钱 就是直播间投流啊 1500 6600 6600 6600块 人民币啊 然后我们还有短视频投了多少钱 短视频投了大概也小一千 就7000多 好啦 反正就是今天只穿一咪咪 难怪播了这么久 还住在大兴 所以你播完 所以你播完之后 你会想大伙去播吗 其实我上次去另外一个朋友的直播间也播过 就是感觉大家都是一样在不同的重复 是吗 同一套话 我觉得对 就是对主播来说是挺难事情 就是有一些疲劳审美 我们在一起开个小会 就可以去大度特度 是要复盘吗 也不算 就是一些秘密聊天 大概就是八卦一下你 毕竟你是 大概第56个跟我来公司的男人 懒 所以你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直播吗 对 然后写写脚本 然后拍东西 当然你有公司 视频也是公司来帮你剪是吧 嗯 你自己不需要剪视频 只要需要输出创意类 跟拍视频 这件事情就好了 是的 你帮我按摩 你站着干嘛呢 哈哈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我北漂六年第一个吃的第一个巴掌 在山里很久了 刚才直播间一再释放我 你平时有干什么呢 就待在家里在宅着 听歌 宅在你一万六个豪宅里 是的 听歌然后看你直播 真的 嗯 嗯 你没发现我在你直播间带挺久了吗 但有的时候无聊我会牵出去 等你什么时候能来我直播间刷个家里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啊 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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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伙发达了 家里话很贵 大家给我 可以给我刷一刷 刘航的粉丝给我刷一刷 我也不容忍 我扣子是可以往下截的 谁不知道我其实在私下底 就是为大和付出的 哦 真的吗 能进你那种群吗 可以进入我本人 哈哈 你有点产品 2 2 2 3